五十四种心法 有五十四种心法,即 一、心或十 二、心所 心所有或其父随物 有五十二种心所 三、涅槃 正如涅槃可以脱离生死轮回 以上加起来共五十四种心法 心,知具有辨别对象、对境 的功能,或具有写取物体的功能 或具有知晓物体的功能 或具有能觉知物体的功能 心所,具有意识的特色 由心里所产生之物 为心的附随物 涅槃 只从各种痛苦烦恼中解脱 一、心识 识可分为六种 即 一、眼识 二、二识 三、鼻识 四、舌识 五、生识 六、意识 眼根所产生的时称为眼时 有观看的作用 耳根所产生的时称为耳时 有听闻的作用 鼻根所产生的时称为鼻时 有嗅纹的作用 舌根所产生的时称为舌时 有品尝的作用 身根所产生的时称为身时 有触觉的作用 一根所产生的时称为意识 然而在无色界 只有意识却没有身体 意识又可分为四种 欲界时 色界时 无色界时 初世间时 一、欲界时 在这四种中 欲界时只住在欲界 有欲瘫的众生的时 欲界时又可分为四种 善、不善 亦熟时 为作意识 二、色界时 只静止的心时 没有欲瘫的心时 但是仍在色界色爱的范围内 色界时可分为三种 善、亦熟时 为作意识 不善、不善、不善、亦熟时 以超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有两种初世间时 即圣道时和圣果时 二、五十二种心所法 一、七种变形心所 只变一切时而其者 即、处、受、受、想、思 以静性、命和作意 二、六种砸心所 之所以称为砸心所 别静心所 是因为它们与时同时生起 即寻、四、精进、喜、欲、圣洁 以上十三种 心所 可称为混合心所 或可意味 非道德 心所 因为它们是由善和不善的心所所构成 三、有十四种 不善心所 即、贪、嗔、吃、斜贱、慢 即、牵、恶作、无残、无愧 调取、昏沉、睡眠、疑 四、有二十五 善心所 即、无贪、无嗔、无痴、无痴、信、念、残、溃、舍 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快、心清快、身柔软、心柔软、身事业性、心事业性、身炼达性、心炼达性、身端直性、心端直性 正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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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命 正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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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与即所谓的三种境界 最后两个善心所为悲和喜 这两个心所又称为无量心所 1. 变形心锁 1. 处,处只接触所源,因而产生可易或不可易的心境,所以它是产生心锁的主要因素。 如果没有处,则一切所源,将毫无用处。 2. 瘦,只品尝味道的瘦觉 所有的众生全献逆在瘦觉里。 3. 想,只认知的行为 所有的众生,如果以十分清晰,依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习惯,信念来认知事物,他们将因认知而变得明智。 4. 思,只决定心锁活动的能力。 在世间的言语中,我们习惯说,某人指导某件作品,或他是某件作品的作者。 我们通常说,这是某人的作品,或,这是某某人的杰作。 有关道德方面亦于此类似。 思义可称为行为者,因为他决定心锁的活动,也因为他发动身语意三页。 生命中的功成名就,是努力发表由身语意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获得的。 同理,新的生命也是思的结果。 不同时期的思,称为希望、欲望,或称为身语意业,且在过去是造作。 大地、水、山、树、草等等,皆为四大所生,或为火大所生。 而云云众生或可谓由四所生,即所谓的业界,因为众生皆由业所生。 五 一静性,知心的专注,又称为正定。 在定中,心的专注变得更明显。 六 命,知精神生命。 命,在使心法持续上是相当显着的。 七 作意,它的功能是将所缘带入意识中。 以上其种称为变形心锁,因为它们构成所有的石。 二 经济,由两种经济,即正经济与邪经济。 四 喜,指内心的喜悦,或指心轻快。 五 抑郁,直欲,直欲做,欲去,欲说等种种欲望。 六 圣结,自免,自免的意思为心超离外物,一己指心不受这事,或这不是,这两种思维的影响。 并非所有的心实都具有以上六种心锁,而是各自形成的,因此,它们称为别径心锁。 若加上变形心锁,则共有十三个心锁,称为混合心锁,因为它们构成善与不善的心实。 三 不善心锁 一 贪 伦理学上的意思指贪心,而在心理学上则指心的粘着余物,有时又称为可爱,有时又称为贪欲,有时又称为欲,有时又称为爱然。 二 称,伦理学上的意思指贪恨,而在心理学上则指心的强烈的负面反应,有两种称,即称慧和害心。 三 吃,止于吃,或止无法了解负责理的事情。 吃又称为无名,无智和无见。 以上三种称为三不善根,因为它们是所有恶行的根源。 四 协谏,指对事情的错误看法,如是无常为常,是无我为有我,是道德的行为为非道德的,或否认有夜报等等。 五 慢,指自大,自负或错误的判断,它错误地认为名色为我,或根据一个人的身份阶级,来判断对方是高尚的或卑贱的。 六 即 只度己或不认同,或无法赏识对方,或无法祝贺他人的成功。 即一直喜欢脏痞人物的性格、性情。 七 千 只自私、吝啬、小气、不愿与他人分享。 八 恶作,是担忧、焦虑、或未已做错的事即当作而未做的事感到过度的焦虑。 有两种错误,即已做的罪行和未做的善行。 也有两种表达的方式,即我已犯下罪行和我尚未做的善行,例如,慈善、美德等等。 所以谚语说,愚人总是在事情发生后才计划。 所以恶作有两种,即疏忽至罪和违反至罪。 九 无惨、止无耻 当一个人将犯下罪行时,没有羞耻的感觉,例如,如果我这么做,我将是不洁的、堕落的。 或某些人和天人将可能知道此事。 这种人是无惨。 十 无愧,只是下列四种部位为无物,自责的部位如,我是愚蠢的,我做错了等等。 他责备的部位 刑罚的部位 只害怕在今生遭受统治者的处罚。 恶趣的部位 只害怕来世生在恶趣,遭受处罚。 十一 睡眠 只心所处于昏沉状态,以及每个心所依蒙昧不清,例如处,受等,不清楚。 十四 一 只困惑,以及不相信应该相信的事物。 以上十四种称为恶生或不善业。 四 善心所 一 无贪 指心的公正无私 它又称为处理戒和无贪欲。 二 无称 在伦理学上的意思只有善,或只纯净的心 又称为无惠和词。 三 无痴 只如实 知道事物的真相 又称为智 又称为慧 又称为明 又称为正见。 以上三种心所称为三善根 因为它们是所有美德的根源。 四 信 只信仰其所应信者 这种信又称为敬信。 五 念 只对善事保持正念以免忘失。 它又称为义持 又称为秦勇。 六 残 只虚心 一级在做坏事时 因怕被人知道而感到羞耻 因而犹豫。 七 愧 只谨慎 一级在做坏事时 因自责的部位 他责的部位 刑罚的部位 和恶趣的部位 因而犹豫不前。 八 舍 只心的平衡 乃为心计不年着余物 也不拒绝外物。 在四贩柱中 称为舍贩柱 在七觉之中 又称为舍觉之。 九 身清安 只心所得沉着 冷静 十 心清安 只心的沉着 镇静 一只心所处于静止状态 是冷静的 因为此时的心所没有三恶法 三恶法使人厌恶行善。 十一 身清快 只心所得清快 十二 心清快 只心的清快 一只心所变成清快 因为此时的心所没有恶法 恶法使人厌恶行善。 十三 身柔软 只心所得柔软 十四 心柔软 只心的柔软 十五 身是也性 只心所得适于运作 十六 心是也性 只心的适于运作 十七 身恋达 只心所得熟练 十八 心恋达 只心的精通 熟练 十九 身端指 只心所得正直 公正 二十 心端指 只心的正直 二十一 正语 只不说四种不善的言语 即妄言 两舌 恶口 其语 二十二 正业 只正当的行为 一直不做三种有罪的行为 即杀生 偷盗 邪淫 二十三 正命 只正当的生活 正语 正业 正命三者又称为三种离戒 二十四 悲 只同情 怜悯 悲悯 或希望去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 二十五 喜 只赏识 恭贺 或为他人的成功而感到欣喜 悲和喜分别称为悲饭柱和喜饭柱 根据无量 心 的定义 由于在云云众生的心中 悲和喜是无量的 所以他们又称为无量心 涅槃可以分为三种 即第一 第二和第三种涅槃 第一种涅槃 只从恶趣中解脱 第二种涅槃 只从欲界中解脱 第三种涅槃 只从色界和无色界中解脱 五十四种心法是由一个心石 五十二个心锁和涅槃 所构成 因此二十八个色法和五十四个心法 共计八十二个石像 称为真谛 另一方面 手 我 灵魂 众生 个人等为世俗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